如果让你想出一个身材高大却有着超灵活盘带的球星 你第一个会想到谁 对我来说的话无疑就是卡卡了 我还记得早期发过自己玩实况足球时操控卡卡的录像 那也是我第一次知道186的身高也能玩出如此舒服的盘带 卡卡处于巅峰时期的时候我还没开始看球 在看球之后才接触了很多关于卡卡的录像 没能亲眼见证他的巅峰确实很可惜 现在也只能在游戏里体验卡卡的巅峰英姿了 现在卡卡回归实况手游了 简直想不到我这个飞球也能有戳到卡卡的一天 来看一下手游里卡卡的能力值是什么水平 我觉得实况里卡卡的能力值还是比较客观的 不过身体接触这一项只有80 是不是低了点呢 他在高速盘带下的硬扛能力往上加5分也不为过吧 再来看控球和盘带 在巅峰期最好的几场比赛中确实配得上这个数值 传球和射门都算匹配 再看速度与爆发 巅峰时的卡卡带球启动实在是太无解 游戏中用卡卡过人的时候 根本不需要花式动作 简单的加速汤球就是王道 在现实里卡卡的过人也是如此 基本一个加速就扣过去了 除了快之外 他的汤球幅度也近乎完美 很少出现汤球幅度过大而导致被对手夺回球权的情况 无愧于控球98盘带99 在游戏里加速过人也非常容易 距离上墙你的对手大概一个身位的时候 按住加速键 然后拨弄方向键往对手的左侧或者右侧移动 要注意的是 这名防守球员的身后 是不是还有一个离得很近的防守球员 如果有的话 你可能过了第一个之后 球会被第二个人给断回去 卡卡经过很多远射 大多数都是搓射 在游戏里也非常好用 按住射门键是爆射 按住射门键再往下拖一下 就是搓射 卡卡可以说是最好用的高个子球员之一 就算是新手也能用它来完成一条龙破门 对于没有经历过卡卡巅峰时期的球迷来说 玩游戏也算是稍微的弥补了一下 这个缺憾吧 以上就是本期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次再见